特别需要说一下的是这一次奥米克戎感染病例的症状比较轻 无症状的大约是占到三成左右 症状较轻的大约占到一半 另外有约两成是普通型 重症的比较少 那么此次奥米克戎病毒症状不是太重 有人就说是大号的感冒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里说 说两者还是不一样的 国外有很多病人出现了持续症状 也就是后遗症 一般的流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且跟原来的基础病 个体的免疫状况都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疫苗还是得打 在防治重症降低死亡率的作用上依旧很强 这眼看着就要过春节了 好多人都关心说这轮疫情 这春节前能平息吗 咱们来听一听张伯里院士是怎么说的 现在还真是不好说 还得干晒它的状况 我要是乐观地估计到春节前 天津这个疫情应该是能够平息 就是新发的病人就没有了 我估计应该能做到 整体是平息 但是春节不管怎么说 是一个过去我们说聚集的一个高峰的时期 聚餐聚会聚集都是最多的 因为今天这些特殊情况 特别希望大家还是顾全大局 保护好自己 保护好家人 也保护好我们天津 所以尽量少聚集 少聚餐 少聚会 我想还是争取这样 能够平安度过这个春节 我们就听专业人士的 争取能够平安度过春节 坚持就是胜利嘛 对不对 你看看西安的新增病例 是吧 已经降到了个位数了 疫情形势整体是平稳向好的 好